我是陈建友 欢迎收看建友地产贷款培学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特别嘉宾 很为他高兴一次就通过房地产考试 而且不需要到很远的地方 就在洛杉矶就通过了 那么他的名字叫做Michael Michael请自我介绍 然后顺便告诉大家 你是来自于什么国家 然后告诉我们观众 我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是陈老师好 我叫Michael 然后我来自国内 中国国内移民到美国来有几年了 跟陈老师也是有缘分 大概是五六年前吧 有参加过陈老师的一个 一个地产培训的一个培训班 当时这个培训班是 针对美国当地人的 就是Native Speaker 的一个英文的培训班 但是当时我是刚移民来美国时间很短 英文程度也不是很好 然后在这个培训班上面认识了陈老师 但是没有坚持下来 没有没有完成这个培训 后来就上了一半工作也忙 然后家庭事情也多 然后就就后来就没有上下去了 但是陈老师还是 我还是很记得陈老师 陈老师可能也记得我 跟陈老师是有缘分 首先我问你一下 你是哪一年来美国的 我是2013年的下半年 哦 ok 你是哪一年呢 上我的执照课程 那个时候我知道说你没有完成 对应该是2015年的上半年 应该是你以前在中国大陆有学过英文吗 英文就是一个就普通的水平了 就是大学出来的这个普通的一个水平 所谓的普通水平 因为我对中国大陆的系统不太理解 有人家说你假如说上过这个英文六级的话 那你的英文水准应该不错 你有没有上完六级啊 没有没有 我是四级的水平 ok ok 那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当时呢 你上我的英文课呢 好像听起来有一点吃力 所以这个我完全能够理解 对因为陈老师您这个课呢 主要是针对当地的学生的 他很多还 我估计还是大学的在读学生 他们都不是移民 他们都是native speaker 所以呢陈老师也不可能 就是照顾到我其中一个的这样移民学生 所以呢那个当时是是觉得有点吃力 没有没有完成这个培训班 ok那你自从 上了我的课程的之后 你后来为什么又决定了要去考取地产执照 因为这样的就是去年是pandemic期间呢工作的任务没有那么繁重 然后呢呃总想的呃要把这个完成 因为有一点呃时间嘛所以我就跟身边的一个朋友也是跟我差不多岁数的一起商量看考一个什么执照我们就一起想到了这个这个执照班然后呢他的英文程度好一点他就比我早一个月考过了他他是在南美洲上的高中英文的环境里面他们那个英文程度好一点所以他早一点考早一点考过了我就比他约到晚一个月所以我也好好准备了两个月把把这个考试考过了很高兴 得到陈老师的帮助尤其是我在视频里搜索就YouTube里搜索搜到你的视频然后呢我收到你的视频都是就是系统的呃开始学习了从零开始这个43集 以及看了你这个17集的这个考题试列我觉得就是很有帮助我是没有看一页书了一页的那个Bloom Post Pro的这个书都没有看然后就是完全从你的视频学习呃得到帮助然后考过的啊呃你当时这 第一次啊上我的课程的时候我是有给你一个呃课本对吧对对对 那课本后来还存在吗呃有放着但是这次准备考试没有看啊是单看视频把视频作为一个课本来看吗还是怎么样 是的就是呃这个系列啊43集的从零开始我是认认真真的看啊认认真真的看每一集的看我是看了三遍啊我每一每一次呢我都有加快我第一次应该用的是1.5的倍速 然后第二次应该是用的1.75呃第三次也用的是1.75的倍速看然后呃呃因为每一集都大概是15到17分钟这样嘛 然后呢呃呃我因为平时工作生活比较忙然后我就很难有一整块的时间那您的这个43集的从零开始呢我觉得对于我这种情况就是可以有一个就是利用碎片时间来去学习 比如说我有10分钟就可以看一集那我自己呢我把呃呃你每一集下面的那个每个视频下面的discription把它下面的那个重点的那些单词句子我都复制下来放到一个word文档里面我都打印出来大概是20页 然后我就把这个作为我的课本了那你如果遇到有什么觉得重点呢或者说有不理解的需要用中文去去读解一下我就会在边上写上那这个就相当于我的课本了啊 那我想请问你当时你在youtube是无意中搜索到我的视频呢还是说你就找我的名字然后找我的视频啊是应该是无意中的因为我在youtube上面我想找一些学习资料呃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说专门去上一个课嘛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到monsite旁边的monsite去上啊但是这样没有这样的存值的这个时间所以我就在youtube上找这个学习的内容 那我找到的呃大多数都是英文的了那我找到的中文的呃那个视频里面呃不多但是就是也有一些但是像陈老师这个这么系统的这么用心的这个这个制作的这个很少所以我就没有两下我就找到了陈老师的视频然后我就认定了这个学习系列然后我就呃坚持下来了啊 呃请问练习题你总共看了几遍 练习题应该是看了两遍呃17级的练习题嗯对那就是300多个考题嘛呃我知道说你后来呢你也在刷题啊呃这个后来你刷题了之后我跟你讲了些什么话 对陈老师跟我讲就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外面的一些试题因为呃现在考题也是有变化的原来的一些 类似的考题呢不一定在新的这个考试的题目里面然后基础很重要只要掌握了这个基础的这个这个重点还有基础的考点那没有必要花太多时间去刷题 那我觉得陈老师这个建议呢很好因为我的实际考试里面呃我觉得跟我们之前的这些考题呃相似或者相同的很少呃大多数都是就是一些新的一些题目类型的 但是呢考点都是这些重点也是这些所以说陈老师强调的把这个呃基础打好把呃重点把握好那去考的话就会得心应手啊 啊我想请问你你总共150题总共花了多少时间把全部150题全部打完了呃呃我我这次考试呃应该剩了大概有10分钟左右吧呃应该用了170分钟左右把它完成了 所以呢这这次的考试呢呃对于理解方面啊可否给我们一点概念呢对你理解了你大概理解程度多少 呃其实呢呃大多数考题都是都是理解的但是呢呃在这个问题里面或者答案里面会有一些呃一些词汇或者词组跟我们呃 呃学习的课本或者说我们学习的内容里面会有不一样他就对这可能你整个的英文水平的要求会比原来要提高 因为他也可能是限制通过率吧或者增加难度 他把一些词汇会会有用一些呃意思相近或者相同的一些其他的词呃单词去代替去做一些掩护所以呢就是让别人会多一点陷阱那那对于我们这种呃移民的背景的这个考生来说就会有增加一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只要是把这个 这个基础打好那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而打个比方就是关于那个房地产的价值的改变的那里有三个阶段吧一个房地产有三个阶段一个是呃就是发展阶段一个是稳定阶段一个是呃退化阶段呃我记得陈老师呃我们课堂用的单词都是呃 呃integration还有disintegration那他里面都没有用这词也没有用陈老师您给我们建立的那个对应的单词因为这三个阶段有六个单词他都没有用到但是他就是表达这个意思就让你来选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些考生来说就是就是难度会增加一点啊你有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是有点恐慌啊一定有一定有因为他的题目有很多是以生活中的例子作为题目的那你就要呃 呃阅读量很大然后呃因为我们我我算了一下我们每一题大概只会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去做那如果我们包括读题包括在思考那这个时间就很紧了那在考试里面我们遇到一些陈老师之前讲过的重点让我们在考试里面呢大概当你看到这个题目你可能五秒十秒钟你就能达出来的这种就能节省一些时间在这个题上你就节省时间了你整个考试你就能镇定很大 很多所以说当遇到了这些陈老师您比较嗯强调的这个重点这个题一看上去就能知道答答案的这种那我一下就就镇定下来了啊因为因为就感觉能节省一点时间啊 你当时去考的时候有没有做什么心理打算说反正这次没有通过我再去考还是什么样的想法 有的有的那个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对这个考试呢没有心里没底吧因为我之前有参加过人寿保险的这个经济考试就是加州保险经济的执照考试 我在那个考试里面呢我能够很顺利通过分数也很高因为他那个考试是考出来马上知道分数的那这个考试呢我从我学习以及做一些题目来说我心里没因为没有那么就是感觉我平时做题的那个正确率没有那么高所以我还是有一点点的信心不是很足的但是我我有一点的信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一定要考过就是不管我考一次还是两次或者三次我一定要考过 因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这个我是作为一个副业了我没有说一定要就是一定要在这行里面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但是我们家有四个小孩有三个小孩在在上学那他们也知道我就要准备这个考试我想用行动告诉我们家小孩的是我不光是希望孩子你们学习成绩要好我对自己也是这么要求的就是只要参加考试就全力以赴那个不管几次我一定要考过 我是有这个信心的所以就在这个复习里面还是很全力以赴啊那对未来的考生的话你会给他们做些什么建议我的建议可能和陈老师您的就是一样的啊就是把基础打好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无论他这个考题怎么考或者他在题目里面设计什么陷阱他考点就这些重点就这些就是陈老师你在那个从零开始内视频系列里面强调的每一个点我觉得都很有帮助 那只要把这些点都掌握了那我想90%的题目都会在这里面出所以呢不用担心就是他无论题目怎么个去去去做一些掩护啊做一些陷阱啊但都是在里面出所以说我觉得一定要把这个基础打好我打两个小小的比方就是陈老师这个点里面其实很细致的 呃我记得有两个题都是出自这个transferdisclosure这部分的那这两个点呢也是陈老师在你的你的视频里面有提到的一个是呃如果嗯卖家亲手把这个disclosure交道给买家那呃买家有多少天可以考虑和反悔 取消这个合同那陈老师在那个视频里讲得很清楚就是如果是 亲手递交他考试用的是in person是三天如果是说用其他方式的那就是五天那这个题他还真的就考到了如果 认真看这个视频的话一定会答对再有就第二个第二个考题也是关于啊穿少了disco所的啊如果啊1个4个单位的住宅单元如果要出售的话做这个啊啊 in specialinspetter做完这个in special呃递交给啊啊啊买家的话什么情况需时候不需要递交这不需要递交那是一里面提到两个exemption一个是啊for close 一个是就是遗产 遗产销售的这种 probate销售的这种都是不需要 这个他也考到了 也就是所以说陈老师您的这个一个 比如说transfer 这个点里面 你可能在你的视频里面讲到七八个 七八个点 其中有两个点像小小的这个点 他就考到了 所以说我觉得只要把您的这个视频 好好的好好的看 然后把它理解透 把它吃透 我觉得考试通过应该是没有问题 所以我希望说陈老师 你的其他学生还有其他考生 只要认真学认真学习你这个视频 然后充满信心一定都是可以考过的 感谢你Michael跟我分享这么多 我今天为什么要邀请你来跟我拍一个视频 其实重点在于 我知道说外头有很多学生已经绝望了 因为自己英文程度不是很好 所以呢有些人根本就不敢试 我要拿你做个例子 因为我知道说你的英文背景 因为来美国不是很长的时间 所以呢最终呢也能够一次考过 所以呢正在看我的视频的学生 好好地把这些基础打好 然后呢就充满信心的去考试 你就能够像Michael这样子 能够一次通过了啦 好的感谢你Michael 我祝你有个辉煌的对产事业 不客气 再见 那个感谢陈老师 也想对所有的考生说 就是Michael可以考得过 大家也都一定可以 大家一起努力 赞赞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